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满分子组成了一个全额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 该委员会号召人民收回对新政府的支持 绝大多数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 许多白领工人包括政府雇员拒绝工作 部队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首都的某些建筑 但所有这类反对派活动组织都显得很松散 彼此很孤立 而且多数都低估了布尔什维克现有的力量 因而很快被打散 被吓倒或被镇压 在彼得哥勒城外 常常是布尔什维克最难实施控制的地区 那里的政治动荡和冲突屡屡发生 在莫斯科 反对派势力迫使布尔什维克力量 与之浴血奋战大约一个星期之久 直到最后才在11月中旬屈服 在多数大俄罗斯的城市里 凡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 很快就执掌了政权 事实上 在城市的某些地区 如莫斯科东北部的伊万诺沃 基涅什马地区 这样的苏维埃 甚至早在11月革命之前 就已经行使权力了 然而布尔什维克帝国 对乡村以及非俄罗斯人地区的控制 实践证明是一个更加费力的多的任务 为了从事巩固政权的斗争 列宁为首的政府 在执掌政权的头两个月当中 取缔了反对派的报纸 用革命的特别法庭取代了旧的法庭 建立了全额镇压反革命和罢工特别委员会 由费力克斯吉尔任斯基领导的这个部门 其职责就是搜查新制度的反对派分子 并在新的革命特别法庭予以审理 但契卡差不多从一开始就绕开了特别法庭 很快就不经审怕枪杀了数千名敌人 从苏维埃国家建立的最初的日子里 列宁就坚决主张国家必须使用暴力 而且一旦暴力有时显得有些过分 也不必大惊小怪 列宁为首的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力 目的在建立一种新的秩序 消灭俄国旧的宗法制社会 1917年的11月8日颁布的土地法案 触及了贵族土地利益 时隔不久 国家又彻底废除了所有的阶级差别 头衔以及等级 其中包括军衔 新的由公民组成的自愿民兵 取代了旧俄的军队 政府切断了国家与东正教会之间的传统的联系 没收了教会的财产 禁止在学校讲授宗教教义 政府通过颁布法令 宣布只有世俗婚姻才有效 只要双方同意 离婚也很容易 列宁为首的政府结束了教会 在婚姻问题上所起的主导作用 新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政策 目的在于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但在最初却并不想废除私有企业 国家仍然掌握着银行 保险公司及交通部门 还没收了许多俄国景况较好的公民的资产 这种没收是布尔什维克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11月革命之前不久 列宁曾表示 当国家成为无产阶级暴力 反对资产阶级暴力的工具的时候 他主张国家实施强有力的暴力 1917到1918年之交的那个冬季 彼得哥勒苏维埃命令他们所宣布为富有的人 给士兵捐赠毯子和衣服 同一个冬天 政府强迫资本家懒汉 当时人喜爱的一句骂人的话 让他们从事强制性的仆役劳动 包括挖战壕 在城里 苏维埃占领了许多建筑物 并给苏维埃官员和工人分配了更多的生活空间 从前上流社会的家庭一度曾占用许多房间的 如今如果还能剩下几间就算足够幸运了 他们甚至会被扫地出门 在国内战争期间 当共产党员的官员们分发食品及其他商品的时候 从前上流社会的人只能分到一点点或是干脆什么也分不到 除非他们是愿意与新制度合作的资产阶级专家 而且拥有新制度所需要的才华 1918年7月通过的新的苏维埃宪法 指出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镇压资产阶级 国家忽略了许多上流社会人士的选举权 尤其是以雇佣劳力获取利润的私有商人 以及以非劳动收入如利润或租金为生的人 在这一时期 外表特别像具有特权者的人会有麻烦 1918年年初 一个布尔什维克被杀死在萨拉托夫 因为他穿着一件时髦的外套 被人当作了一个布尔昂 也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 眼镜也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可疑 在国内战争中 有人甚至因为指甲干净 双臂平直而被红军枪毙